一向善于识人的唐太宗 为何也曾被小人所蒙蔽 一手开创了真冠之志的他 拥有哪些独特的用人心得呢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风云唐太宗之用人之道 史称得人者昌失贤者亡 从公元627年到649年 是唐太宗李世民同志的真冠年代 在这短短的二十多年间 李世民面对隋朝末年战乱之后 留下的千疮百孔 以史为鉴历经图治 创造了古代史上少有的太平盛世 真冠之志 从此真冠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 最令人呈现的黄金时代之一 那么真冠之志之所以出现的原因 有很多 而唐太宗善于任用贤才 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直到今天 每每提及真冠之志 人们马上就会想到 魏征 房玄陵 杜如慧 李靖 玉持靖德 程咬金等等 这样一大批云集在唐太宗周围的 能臣贤匠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样一批能臣贤匠 也许就没有唐出的真冠盛世 那么一手开创了真冠之志的唐太宗 都有哪些独特的识人用人之道呢 复旦大学韩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讲书系列节目 风云唐太宗指 用人之道 要怎么用 用什么样的人 结果完全不同 唐太宗对这个问题 有非常深刻的论述 他说到呢 选拔官员 一定要胜之又胜 用一君子 则君子皆知 用一小人 则小人静静矣 你用一个君子做官 君子都来了 你用一个小人做官 满朝都是小人 所以要胜重 都是随便用人的 他说了这个话 魏征接他的话 魏征也说了 魏征说什么话呢 说现在我们要在用人方面 彻底转变观念 整个指导思想要变 什么指导思想要变呢 天下未定 这专取其才 不考其行 商乱计贫 这非才行兼备 不可用也 就打天下的时候 大家都不择手段 所以你能打赢 我就用你 用他的才 不去考察他的行 他的道德 他的品行 现在和平时期 就不可以了 要转变用人思想 一定要德才兼备 因为我们要追求的是一个什么社会 是一个文字的道德的高尚的社会 我们不可能说一个社会 都是尔语我诈 唯利是图 道德堕落 私心物欲横流 这么一种社会 我们不可能向往这么一个社会 这样的社会也不会长之久安 所以就落到什么 就落到用人上面来了 那头等大事 要谁来做 唐太宗就亲自去找宰相谈 跟宰相说 说你 帮我把人才找出来 他跟封德义谈了这个事 交代他 封德义 听了以后 好长时间都没动静 没下文了 唐太宗急了 再去找他 说我交代你 去发掘人才 怎么这么长的时间 你也没发掘一个人才出来 封德义他也有话说 他说呢 你交代我的事 我是用心的 我不是没用心 我用心去看 发现呢 一个人才都没有 没人才 你叫我怎么给你推荐呢 太宗一听 不高兴了 他就说了 我们总不至于 要做梦梦到赴月 我们总不至于要到河边 遇到那个江太宫 我们才动手来治理国家 所以呢 是你没发现人才 你不能说今天没有人才 你这简直就是在污蔑 说到这宰将实在是丢脸 不好意思 唐太宗讲了两个人 一个是赴月 这是商朝的事情 商王想把国家做好 但是呢 他就想要有人才来辅佐他 找不到呀 这是有个很能干的人 叫做赴月 这赴月是什么身份呢 奴隶 他发明板族之法 北方的都是黄土 对吧 这土砖还没发明 所以你要系墙 你土勒得起来嘛 下个雨就没了 所以他用板夹着 再把土放到里面来夯食 这个方法是他发明的 所以是个很能干的人 据说商王晚上做梦 梦见上天跟他说 送你一个宰相 是什么样的人 叫什么 什么相貌 商王第二天醒了很高兴 把这画像画出来 在奴隶里面把它找出来 用它 一下子把它从奴隶变为宰相 天下大志 这是一个例 第二个是江太公 江太公出身也很低 杀过牛卖过肉 干过什么活 都不发达呀 所以后来他就干脆 跑到渭河去 在渭河钓鱼 他钓鱼和人家不一样 他的鱼钩是直的 有名的江太公钓鱼 愿者上钩 你不愿意我也不钓你 被周文王给发现了 周文王遇到他 两个人一谈话 发现这是个人才 拔起来就用 所以周能够起来变成统一 中国的王朝 这江太公的作用非常大 江太公呢 跟周文王讲 治理国家要有三长 三长 哪三长呢 第一个 军皇帝 军以举贤为常 二约官以任贤为常 三约事以敬贤为常 皇帝 以推荐人才 作为你的首要工作 官员以任用人才 作为你的首要工作 全社会以尊重人才 作为你的工作 所以说到底 说来说去 造成全社会 重视人才 使用人才的这么一种风气 这么做了 国家就大致 周就这么做 所以周就统一了天下 所以人才为本 人才是最重要的 选拔人才 要亲自去做 要身体立行 放在重中之重 唐太宗 说皇帝 他就看 看他那两个宰相 怎么办事的 黄玄宁跟杜如慧 都是很能干的 政务处理的 井井有条 唐太宗跟他说 你们有问题的 不对的 你整天埋头与公文 处理这些具体的事物 你就不能发现人才 你把发现人才的事情 就放到一边去了 所以从这个地方 唐太宗 从制度上去改变它 这宰相的首要任务 是广开耳目 为国选才 制度规定 以后 整个国家的政务 所谓日常性质的政务 通通交给相当于秘书长 或者是副职去处理 宰相不要处理 宰相只处理 重大的疑难的 多部门要协调的 有冤情的 推不动的 这种重大事物 才宰相批 日常事物 制度性规定 全部由副职 由秘书长去处理 宰相就做一件事 重在发现人才 这是他在制度上来规定 三国时期的曹操 以爱才惜才 知人善用而组成 可为什么唐太宗 却完全不认可 他的人才观呢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 风云唐太宗旨 用人之道 唐太宗曾说过 为政之要 为在得人 用非其人 必难自治 善于以始为鉴的唐太宗 在前朝的历史中 深深体会到 治乱之本在于用人 所以他一直把 发现人才 重用人才 作为自己 治理好国家的关键 根据记载 唐太宗在做秦王时 府内就有很多 良将和才华出众之人 但是他们有的被重用 有的却一直没有被提拔 这是为什么呢 究竟什么样的人 才是唐太宗眼中的 真正的人才呢 什么是人才 还不明白吗 能做事 能办事 就是个人才 能做事 就是个人才 这个答案 如果在曹操那里 你可以拿满灯 在唐太宗这里 你很可能 连及格都拿不到 所以这里面就牵涉到中国古代 一个人才观的问题 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 就认为什么是人才 肯定是德才兼备 没什么好讨论的 就是德才兼备 到曹操这个时候 曹操提出一个新标准 他说德和才是分裂的 是对立的 有德的人未必有才 有才的人未必有德 所以这两者是互相对立的 他说你看 吴起是个人才 陈平也是个人才 吴起什么人呢 魏国人 也就今天河南的 贺碧到新乡这一带的人 他对兵法很有研究 他一心就想当大官 想带兵打胜仗 他到鲁国去 人家也知道这个人呢 精通兵法 正好齐国来打鲁国 鲁王就想用武器 你会用兵 你帮我打仗 但是担心呢 这个吴起的老婆是齐国人 你会不会理通外国呢 吴起一看半天没消息 鲁王没用他 一打听 哦原来他妻子是齐国人 好回家 二话没说 把妻子杀了 杀了以后 鲁王相信了吗 你看我妻子都杀了 我对你这么忠 这个呢 在历史上是负骂名的 这不是什么好人呢 但是有才能 他带了鲁国兵 鲁国小国就把齐国打败了 所以武器在哪一国 人家都不敢欺负这个国家 曹操讲了这是一个势力 第二个势力 陈平 汉朝宰相陈平 逐智多谋 甚至可以说是诡计多端 所以陈平投靠刘邦 刘邦要用他 要重用他 人家就说这个人品行不好 不能用 他小时候在家乡 和少少私通 从小你看品德就不好 当了官以后据说还收受贿赂 这种人怎么能用 那刘邦不管 刘邦用了 用了以后 你看汉朝多少重大的事情 都是靠陈平的计谋 取得胜利的 曹操把这种用人 归纳为四个字 叫做为财事举 一定要注意 他用的是财 为财事举是财 这个口号以后 唐朝把它废掉了 不用了 唐朝只改了他一个字 为贤事举 要用贤不是用财 什么叫做贤 得财兼备 所以曹操呢 把整个人财观给改变 改了以后你就看 这个世道 那就什么骨肉香残 什么残忍的事 什么缺德的事 都做得出来 你要把这些事情 落出来 我们在这里可以讲 一千零一页 所以现在唐太宗帝提出来了 现在不行 我们用人 要把品德 放到第一位 魏征也给他上书 现在用人的原则 要辩 用君子 要圆小人 什么是君子 什么是小人呢 宋朝的宰相 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 他做了一个归纳 他怎么说呢 一 德财兼备 这种人 他称为是圣人 德财俱无 是愚人 无德无财 这是愚人 德圣与财 是君子 财圣与德 是小人 所以第一种是完人 德财兼备 第二种是 两个都没有 最重要我们要讨论 其实就是后面那两种 德胜过财的是君子 财胜于德的 就是小人 所以如果按照 司马光这个分法 曹操提倡就是用小人 所以当司马医政变 他的大臣通通投向司马医 你用的是小人 他讲财不讲德 不讲信义 不讲道义 那好 西晋怎么样 西晋用的人 也比曹操高明不到哪里 西晋 我们说 晋武帝 让大臣上朝 天天谈吃和玩 你看其中有一个大臣 每天上朝 故作陈诗状 特别忧国忧民 你以为他真忧国忧民 他想的是什么呢 他家的李之树 品种特好 在市场上卖的特值钱 可是呢 人家吃了把那个河种了 他就不能独有了呀 怎么办 他忧的是那一件事 你以为他忧国呢 幸亏他见多识广 想了个办法 下朝以后 拿转子 把每颗李之的盒 都给转破了再去卖 双赢了呀 钱也转了 别人也拿不到李之树种了呀 这就是重用小人的缘故呀 是这样子我们再归纳一下 什么是君子 什么是小人 唐太松说 君子小人本无常 行善事 这为君子 行恶事 这为小人 所以分水里就一条 做好还是做坏 你心地是善良的 你做的是好事 你就是个君子 你心是阴暗的 你做的是坏事 那么你就是小人 小人有什么特点呢 我们看真观正要里面 用人是重中之重 很多地方提到小人 我们把他这些小人 都提出来 归纳一下 大致有这么四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君子是阉人之恶 阳人之善 说人家的好 小人正好相反 他是专门挑阴暗面来讲 再好的事情 被他这个阴暗面的角度一讲 都变成坏事 像这种整天专门 阳人之恶 是阳人之恶的 小人 那么你说不对啊 更多的小人 也很会讲好话 确实的 如果小人讲起好话来 比谁都甜 甜到你浑身都起鸡皮疙瘩 我们看历史上 就有这样的人 慈敬堂能够拜七丹的国王 比他小二十几岁的 叫他爹 我们看到阿露山 阿露山看到杨贵妃 比他小二十几岁的 三十岁的 他跪下去就叫娘 你说不起鸡皮疙瘩吗 这当然是小人 还有第三点呢 小人的特点呢 他最爱的 最喜欢的就两种 钱和权 以上三点 基本上是对小人 一种个人品行的一个归呢 问题是 如果说一个集体 一个朝廷用了小人 他的后果就很严重 他一定会排挤贤娘 他排挤贤娘 残言诬告 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 会使得整个团体 离心离德 会使得整个正气被压下去 乌烟瘴气 最后变成一个利益团伙 好好的国家 好好的王朝 不垮也得垮 他会把整个团体搞灭亡 他只要获得个人利益就可以 所以这几点 是真宫政要里面 归纳出来的 小人的一些基本特点 1769年瓦特改良蒸汽机 次年乾隆六十大兽 下召普遍全国帝兵前两 1771年大不列颠白科全书出版 同年吉小兰任四股全书总壮观 1795年库克第二次环球航行 次年乾隆帝都寻山东 命合身为军级大臣 当跑步前进了西方世界 和全正的乾隆盛世相遇 会带来哪些启示与反思 成败论乾隆下部 尽其播出 酒鬼香全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一厢善于食人用人的唐太宗 为什么也曾被小人所蒙蔽 一度用错人的唐太宗 又会有哪些反思呢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 风云唐太宗旨 用人之道 纵观历史长河 自古以来 王朝的兴衰 朝代的更迭 都与人才有着直接的关系 亲贤臣远小人 则政治清明 社会稳定 经济繁荣 众宁臣远贤臣 则政治腐败 是会动荡 王朝衰亡 西汉的汉武盛世 唐朝的开源盛世 都是重用贤臣的结果 大秦王朝的迅速灭亡 宋朝的靖康之变 则是任用宁臣的苦果 那么一向善于食人用人的唐太宗 为何也曾被小人所蒙蔽 一度用错人的唐 又会有哪些反思呢 性格有缺陷的君主 特别容易被小人左右 有哪几种性格缺陷的君主 特别容易被左右呢 好大喜功的 贪图享乐的 还有刚愎自用的 这种人特别容易被小人利用 能防得住吗 我说防不胜防 连唐太宗这种雄才大略 都往往会被小人迷惑 这里讲一个真实的例子 唐太宗对官员是管得比较严的 不允许官员违法乱纪 怎么管 用一些监察官来管 所以监察部门要加强 可是呢 他用了两个监察官 是两个小人 我们应该说 唐太宗用的监察官 大部分还都是非常好的 刚正连结的 可是里面确实有两个 一个叫做全万级 一个叫做李仁发 这两个官员特点 专门去收集各个官员的隐私 把他夸大其词 把他编至罪状 去罗至罪名 然后呢 写着威严耸听 上报给唐太宗去 一点芝麻绿豆的事 都能被他说成天大的事 他很擅长去激怒唐太宗 因为他知道唐太宗这个人呢 非常的刚正 那好 越刚正越容易激怒 他就是要唐太宗怒 怒了以后 他才有另见好奶 他说一生气 那要查好 我来 他一来 他就可以借这个事情 朱连这个办案 把小案办成大案 办成大事 他的权威就出来了 但是他这个没人敢说 不好说 所以他什么人都敢办 黄玄龄他都敢办 第一号宰相 他都敢办 所以有一度非常得志 他没想到 这朝廷上还有不怕死的人 就敢说他的人 谁 魏征 别人怕这个 这两个人 魏征不怕 魏征就直接给唐太宗上书 写了一封信 他跟他说 直接说 全万几何理人法 是小人 他们是不识大体 钻尽禅言 而且是惹事生非 冒充正直 他们所弹劾的人 都够不成罪状 但是呢 你查 比如说他诬告 黄玄龄去查 他不够成罪状 唐太宗就认为 那没事 可是魏征说不行 怎么可以这样 这是你唐太宗 在给这两个人付短 因为你付短 所以他们就得逞 他诬告一次 没事 下次接着诬告 这么诬告下去 他瞒上七下 傲慢横行 他假装不畏权势 好像多么刚直 结果都是查无实据 那在官员里面 受到损害的是 你皇上的圣名 获得权势的是 这两个小人 魏征接着说 他说皇上 我为你想 我估计你也不想 用这两个小人 去作为洞阳之臣吧 你也不会想重用他们吧 你无非就是用他们 来下下这些官员 让他们有所顾忌 不要太猖狂 但是呢 你这么做事 用小人来监视大臣 就会使得诚心诚意的人 心凉了 离心离德 连房玄龄这样的宰相 都没有办法为自己辩护 更何况比房玄龄 小的那些官 他还能变白吗 所以你可以去查 你查到这两个人 举报的事情 如果有一点点真实 我魏征可以砍头 我犯罪 如果查的都是诬告 那你要治这两个人 你不能让这个风气 这个嚣张起来 这一封信还真把唐太宗点心 我说唐太宗 雄才大猎都会被小人用 所以唐太宗赏了魏征五百匹捐 查查这两个人 果然有问题 所以这两个人后来都被贬出去 对唐太宗震动也很大 所以这样子如何防止用错人 魏征也给唐太宗写了一个上书 非常直言不讳的上书 用错人的责任是你太宗 你皇上 你为什么会用错人 魏征直接批评他 说你皇上 你聪明神武 这个大家公认的 你天知英睿 你喜爱人才 所以你千方百计去延览人才 这些都是你的优点 有目共睹 但是你有缺点 你的缺点是什么呢 你耗散 但是呢 都太注重选择人 你痛恨丑恶 极恶 但是呢 你不能远离小人 你说话直 不隐晦 极恶如仇 所以呢 当你听到说别人好的时候 你不会全相信 当你听到说 这个大臣不好的时候 你会相信 会去查 会派人去查 你这个性格特点 就被小人利用了 怎么说呢 皇上 想做事情的时候 想治理的时候 想办大事的时候 你懂得要用君子来办 但什么事情 做好以后 你就会去找小人来评价 小人专门挑刺的 是吧 所以就变成办事在君子 说坏话在小人 处罚在君子 这就是国家呢 破败的一个原因 这种情况 中国这个军事家孙子 就曾经说过很深刻的话 孙子说 使智者谋之 与愚者论之 使修杰之事行之 与无比之人疑之 欲其成功 可得福宰 说什么呢 你让聪明的人去出谋话策 你去和愚蠢的人讨论 你让这些青年的人去办事 你去让那些小人 来怀疑这个事情 你这么做 你想要成功 做得到吗 这些话呢 我们应该说 魏正是讲得够直率的 你是对皇上 你直接就这么点下去 所以这里面我就觉得 魏正确实敢说 不怕死 同时我也佩服 唐太宗呢 真能纳见 如果你自己的这些缺点 被人家这么揪着来点 你接受得了吗 唐太宗接受了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曹操开创了唯才逝取的制度 但是这个制度到了唐太宗时期 太宗认为人才选拔应该唯闲逝取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风云唐太宗旨 唐朝的玄关标准 亲历了随末战乱的唐太宗 十分重视强盛的随朝 在短时间内徒崩瓦解的历史教训 他常常和魏征 房玄陵 杜如贵等大臣 一起论骨说今 探讨历代王朝 盛率兴亡的原因 并以此为戒 而这些都被收入到 《真冠政要》一书中 今天 当我们翻开《真冠政要》 可以看到 唐太宗君臣之间 有过不少关于如何用人的对话 那么敢于范延直见的魏征 除了直接指出唐太宗所犯错误之外 还可以给出什么好的用人建议吗 魏征非常尖锐地指出 小人得失的结果 那就是残言获主 党同伐育 导致上下猜疑 分崩离析 他开出的药方 什么药方呢 君主 皇帝 对内 要 公身至审 要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要修内功 对外 要任用君子 远弃小人 那这个作为一个用人的原则 进君子而退小人 怎么做 说都容易 这些归纳也很深刻 怎么做 魏征提出考察一个人 要从这几个角度去考察他 他提出来叫做 贵 这官其所举 富 这官其所养 居 这官其所好 习 这官其所严 穷 这官其所不受 贱 这官其所不为 也就是说 当一个人 这个身居高位的时候 看他举荐什么人 做什么事 当他富裕的时候 看他的生活方式是什么 他在家里居家的时候 看他喜好什么 平时就考察他整天说的是什么话 他贫穷的时候 看他不接受什么 他卑贱的时候 看他不做什么 从富贵到贫贱 各个角度 全方位去考察一个人 这样子你才能看出 这个人的操守 一个境界低下萎缩的人 他一旦富贵了 就傲慢 巨傲 一旦穷了 就失智 没有自弃 一旦贱了 就无耻 什么不择手段的事都做出来 一旦富了 就奢靡淫逸 这种人坚决不能用 但是魏征呢 他把前面的历史的经验 历史做一个总结 他用了汉代书院这本书 提出呢 有六条辩识人的标准 就是有六正六邪 用六正去六邪 哪六正呢 萌芽未动 行造未见 招然独见 存亡之机 得失之药 欲尽夫未然之前 始祖操然立夫 显龙之处 如此者 甚成也 简单的说 一个大臣能不能建威之柱 防范于未然 使得国家呢 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那么这种人就是圣臣 第二个 就说要激励君主去行善 要有远见 要善于治本 不是治末 都是提出一些深谋远虑的政策 这样的大臣是良臣 第三种 是肃心业魅 尽贤不屑 肃称亡谷之形式 以利主义 如此者忠诚也 就是为国家操劳尽心 一副心事都在举贤任能 常常用历史的经验教训 去激励君主 这样的大臣是忠臣 第四是名差成败 能够转获为福 聪明智慧 这种大臣是智臣聪明的臣 第五种 守闻奉法 认官直视 不受真谓 持路浪赐 允实皆解 如此者真诚也 就是你是一个奉公守法 忠于职守 而且不贪污不腐败 有些赏识你能礼浪 平时很接见 这种诚 真诚 第六种 就国家不管有多么乱 出现多少艰难 政局有多么危险 你都刚正不阿 不会去尽残缘什么 讲这拍马溜须的事 你敢冒着皇帝不高兴 你去劝他 这样的人就是职呈 这是六阵要用 要严防六邪 有六种人不能用 一 安官贪禄 不务工 与事 浮沉 左右官望 如此则聚成 只想当官 不想做事 在官位上 只想哪份路 什么是左右官望 随风导 这种大臣叫做聚成 什么意思呢 土有其名 空的 有了像摆设一样 这种人不能用 第二 皇上不管说什么 你都说好 都说对 这种呢 就是疑成 第三种 就看起来是老实人 其实呢 满腹都是坏水 专门陷害中良 他不要的 他不用的人 专门说人家坏话 一点好都没有 他想用的人 全说好的没有坏的 让整个国家呢 这个赏罚全乱 这样就是奸臣 第四种 是智足是非 辩足以行遂 内离骨肉之亲 外购朝廷之乱 如此则残成也 专门挑拨离间 闻过是非 这些是残成 第五种 专权善事 专门 忽假虎威 假借皇上的命令 来专权 接党迎师 唯我独尊 这种是贼城 第六种 是蒙蔽君主 颠倒是非 让君主的恶民 传到到处去 这一种大臣 是亡国之城 所以进君子 退小人 就是要根据 这六条标准 要进六镇 去六邪 从曹操的惨痛教训以来 司马光做了一个总结 令可用君子 绝不能用小人 为什么君子是以他的德 以他的财 为国家 为百姓做事 小人为什么不能用 这个小人呢 他所有的满门心思 专门用在以权谋私 在做坏上 他真坏起来 你还真能 真难制约他 你制约不了他 他坏事就做得很大 做到让整个国家 整个国家破败 你看历史上 这样的人比比皆是 唐朝有杨国宗 宋朝有菜经高求 明朝有魏宗贤 都是这些典型 所以唐朝关掉了 曹操开的那个 唯财事举的门 他另外开批了一条 唯贤事举的门 因为唯贤事举 才使得君子必治 才有了国家的繁荣跟强盛 走向了盛世 那么这个人才政策 在制度上 怎么去建设它 我们下一集接着